用斯特林制冷机制作一瓶液态空气 取一个保温瓶 然后放在斯特林制冷机的下方 接着等待一段时间取出瓶子 本来什么都没有的里面 此时竟能从中倒出液体 而这就是因为极端低温冷凝而成的空气 斯特林制冷机的原理是什么 它为啥能够将空气液化呢 斯特林制冷机本质上是一个斯特林循环原理 关键在于对气体热胀冷缩的利用 一个斯特林制冷机主要有两端的冷热气缸 冷热活塞以及中间的回热气组成 气缸内部封闭装有公制气体 如普通的空气或氦气 然后在热端的周围设置有吸热片和加热源 冷端的周围则是散热片和冷却源 制冷机启动后 机构推动冷活塞向左移动 热活塞不动 冷气缸中的气体被压缩 但由于外部有散热片 因压缩产生的额外温度被吸收 于是这部分气体压强升高 但温度不变 之后来到下一阶段 机构继续推动冷活塞左移 热活塞此时同步左移 冷气缸中的常温高压气体经过回热气 温度降低 压强降低 接着冷活塞运动到头 热活塞继续向左移动 空气膨胀压强降低 气温降低 但由于外部有热源的加持 所以温度其实保持不变 最后热活塞运动到头 机构控制其与冷活塞同步右移 低压常温气体经过回热气时 进一步降低温度 而压强则会有略微的升高 等活塞移动到气缸顶端时 整个运动完成 呈现在图形中就是一个闭式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 气缸内的气体不断压缩膨胀 推动活塞进行移动 然后活塞在移动过程中 反而会使冷端的气体不断降温 工况良好的话 甚至能达到零下200度的超低温 鉴于空气液化的临界温度 在零下193度 用冷端将空气液化 那是轻轻松松的事 不过最初的时候 这个斯特林循环主要为发动机提供动力 1816年 苏格兰物理学家 兼木师罗伯特斯特林 发明了一款外燃型发动机 通过外热源供热 加热内部气体 绝热膨胀做工后 推动活塞运动 从而将热能通过气体转化为机械能 用木板试管钢丝球 以及木塞石墨棒等 自制一个斯特林发动机 在尾部点燃一颗蜡烛 等待一段时间的预热后 用手拨动右侧圆盘 它便能自己快速旋转起来 并长久地持续运动下去 十分神奇